相信大家都會關注到 近日網上一段 朝陽798和宜酒店一名女子 被強行拖曳的視頻引發社會熱議 北京警方今天通報情況稱 涉案的男子已經被抓禍 而就在7號碼頭刻 當事人彎彎也接受了央視獨家採訪 去了解一下 4月5號一個微博名名為 彎彎2016鏡女網友 五日連發多條微博 通過常傳監控視頻 講述了自己在北京一間酒店內 遭遇陌生男子劫持的經歷 4月6號上午 媒體得知酒店方面 將召開新聞發佈會 但直到下午3點多 這場發佈會才進行 和義品牌北方地區總經理 承認酒店存在安保管理等問題 並表示道歉 但面對現場記者的提問 酒店方並沒有回答 迅速離開了會場 我們在視頻當中看到 在22點51分和52分的時候 出現兩名酒店工作人員 酒店有沒有提及調查 一會兒好好的 大家有趣地去提問 那是 從未來回答我們的提問 我們從上午10點多 不到11點的時候就在等待 現在已經下午3點多的時間了 除了你們當時所謂的兩位 我們名字都不知道的總經理 發佈了一段內容之外 沒有接受任何媒體的提問 說我們等一會兒 等一會兒人就消失了 從安全通道裡面消失了 那我們現在等什麼 4月7日北京警方在其官方微博發布通報稱 近日網上一段 潮人798和宜酒店一女子 被強行拖曳的視頻 引發社會廣分關注 北京警方高度重視 成立專案組全力開展工作 4月7日21點左右 專案組在河南警方的大力配合下 在河南省去昌市 將涉案男子李某 男24歲河南省人渣獲 目前警方正在做進一步的工作 7日晚上央視新聞報道 發自在線藍木記者 進行獨家視頻採訪 為保護當事人隱私 記者已經對畫面和聲音進行過處理 我發這個微博的初衷 就是希望可以了解到 這個施暴的人 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行為 他到底是誰 為什麼會這樣做 彎彎就說 他一分錢都不想要 只是希望能夠維護自己的權益 並通過自己的經歷 令到酒店足夠重視 如果再次發生類似事件 是否有定制應急預案 避免更多人受到傷害 目前酒店的處理令他非常失望 未來他不排除通過法律途徑 來解決問題 然後我希望得到一個 酒店方面的 一個正面的回應以及道歉 正確的處理方式 同時彎彎也都呼籲大家 不要做默路人 發現暴力應該及時制止 他希望公眾不要將注意力 放到他個人身上 應該把更多的關注點 放到事件的處理上面 然後更多的放到女性的安全意識上面 然後他一直以為 每次需要